這個款式也是一個顏色相當豐富的配搭 後腹是一個襲衫領 後領位的位置配襯了這個針織 薄身的針織 比較建議打底 因為後腹好像有點透的狀態 可以看一看我穿上身的效果 有點透的狀態 比較建議打底 前腹是通花的線仔布料 這是雲色的配搭 我穿的是深藍色 手拿著的是均綠色 顏色配搭是非常豐富的 大家的配搭層面都是不同的 顏色通的 這個我自己也覺得可以配搭 玩款的又可以 配斯文的西褲也可以 除了在三身的配搭之外 手袖也有相同的顏色配搭 和設計的層次 而且你也會看到 在三身的拼接剪材上 都是比較玩款的 或者有層次的 手袖是一個 這樣的拼邊位 對 少少 少少 一點的部分 去到三身的位置 做一個斜咳的剪材 對 版型就寬鬆 不過布料沒有彈性 後腹呢 這個薄身沒有彈性 前腹這個有彈性的 不過它通花 就建議打底 對 雖然是密集 但是 少少 就是你覺不覺不覺的 不過你說 這樣拉就透 即是看到的 看看自己的習慣 後腹呢 也有延長的線條 對 我現在就配搭了一個 比較斯文一點的西褲 這個是直腳的西褲款 這個是灰色 對 稍後再慢慢介紹 這個我會搭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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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搭 顏色配搭的款式也很漂亮 比較寬鬆的版型 但是因為它的線仔布料 和它的顏色 布料的選取是出生布 可能觀感上也有一種 比較斯文的奴向 再配襯 顏色比較豐富的配搭 既斯文 也可以擁有 新鮮感重的 穿搭